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游客别舔所谓的迷幻蝉除 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想借这种两栖动物身上的分泌物 或多吸食迷幻药的效果 比较有可能得到的是严重的疾病 国家公园管理局上周在社群媒体上发文 劝诫民众不要舔蝉除 公园管理局官员说 诚如我们所言 已在国家公园会看到的大部分东西 不知道品种的蘑菇 在深夜眼睛会发光的大蝉除 千万都不要舔 此蝉除身长近18公分 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蝉除之一 官员写道 这种蝉除身上会分泌较强的毒素 蝉除为了保护自己 会分泌一种含有多种毒素的乳状物物质 当中就包含了一种 会引发迷幻作用的物质 稀释从蝉除身上所提炼出来的毒液 会有短暂但强烈的迷幻感 在这近年变得十分流行 在墨西哥和这种物质被列入管控的范围 还有一种要价不菲的蝉除仪式 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泰森 知名播主乔罗根等名人都曾讨论过 将这种物质用在治疗 娱乐 精神目的上 但蝉除的毒液还有其他有毒物质 摄入后可能会致命 科学家同时警告 如果对这种蝉除分泌物需求不断攀升 可能会危及该物种的生存 描述 我们的话 我们下来 不是大 Manufact